女人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却突然被权威医生告知天生畸形 并热心地帮忙处理掉了 谁知这一切竟是骗局 本该畸形的孩子却健康地生活在几百公里外 原来表面热情善良的白衣天使 背地却和人贩子私下勾结 开创了一条某曲暴力的黑色产业链 直到真相被揭露 许多曾经的受害者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2013年7月15日 即将临产的董珊珊和丈夫来国锋 来到了当地妇幼保健院办理住院手续 面对即将要出生的孩子 他们既兴奋又紧张 虽然已经有过生产经验 但还是担心生产不顺利 于是他们找到了复平县很有名的 妇产科医生张素霞 当时张素霞担任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一职 因为张素霞医术了得 又和董珊珊的工作是小学同学 熟人办事总要安心些 受老同学之痛 张素霞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还让他们一切放心 听了主任的话 董珊珊夫妻俩心里的石头落了的 7月16日 热情的张素霞来到病房 先是对董珊珊续寒问暖了一番 之后又转头对赖国锋交代道 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发生意外 需要提前做一个检查 虽然此前已经做过相关检查了 但毕竟张素霞是专业的 来国锋也没有多想 便直接带着妻子董珊珊 到指定检查地点做了检查 然而就在快要禁产房时 张素霞突然拿着一张化验单 找到了来国锋 称他的妻子董珊珊患有梅毒和乙肝 这种情况对产妇肚子里的胎儿极为不利 孩子就算生下来可能也会保不住 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让来国锋一时间无法接受 之前各种体检明明都好好的 竟然突然检查出梅毒和乙肝 他怀疑过妻子 也怀疑过之前的检查有问题 但却没有质疑过张素霞 当时的来国锋也没有来得及 即将消息告诉妻子董珊珊 当天下午董珊珊就被推进了产房 没过多久 张素霞又火急火了地告诉来国锋 他说现在他的妻子董珊珊难产 因为患有乙肝 梅毒 孩子被感染的几率极大 即便是安全生下来了也几乎没得知 问他是要保大还是保小 来国锋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在张素霞的催促下 来国锋最终选择了保大人 晚上九点多董珊珊产下一个男婴 来国锋被张素霞叫到观察室 他看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裹着小被子 侧躺在病床上不哭也不闹 他心痛至极 这时张素霞还安慰他 孩子尿到畸形 病痕可能感染梅毒和乙肝 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夭折 就算长大了 身上有这些病会被歧视 养这个孩子光看病就得花几十万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这笔肺友的确是难以负担的 随后张素霞又安慰来国锋说 他们两人还年轻 还能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来国锋心痛地点头同意了 听到张素霞这样权威的医生都这样说 也就心灰意冷吧 按张素霞的要求在表格上 写下了放弃小孩这几个字 还哆嗦着手 从兜里掏出一百元交给张素霞 请他帮忙处理一下小孩后面的事情 妻子董珊珊醒来之后 见不到孩子 当即崩溃了 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指责来国锋 为什么不看看孩子确认一下 冷静下来的来国锋 也开始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带妻子到县医院 再次做了梅毒病原体检查 没想到检查结果显示 董珊珊并无梅毒和乙杆 他匆忙赶回妇幼保健院 要求查看此前签字的表格 仔细一看 道格上面确实写着外观有畸形 可如果仔细看 有字明显被改动过 很像有人用刀片刮掉原有字后改写而成 来国锋又找到了主任询问 主任却说孩子完好健全 但张素霞让来国锋签字的表格上 明明写着心生而尿道畸形 来国锋赶紧联系 张素霞询问孩子的下落 张素霞却坚称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去世了 已经被处理了 来国锋依旧不断地追问 在哪里处理了自己的孩子 张素霞被问反了 便随口说了句 埋在医院后面的小树林里 但来国锋一家挖遍了整个小树林 也没找到孩子 这时来国锋也反应过来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于是2013年7月19日 他们到复平县警察局 以婴儿丢失为由报了案 没想到在报案之后的第二天 张素霞的两个弟弟带着人到来国锋家 网图用钱私了这件事 期间还威胁他们说 张素霞为他们处理并还是做好事 让他们别不知好歹 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来国锋的家人听后很气愤 他们认为当下的状况只靠警方来处理不够 还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曝光 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媒体 2013年7月27日 华商报将来国锋的遭遇写成文章 发表了以此事为主的报道 张素霞事件立即受到社会各方关注 警方也随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这一查竟挖出了一个成熟的婴儿贩卖产业 2013年7月20日 经过警方的一系列调查 获取了张素霞所在医院的监控 发现张素霞在孩子出生的半小时后 就将孩子报给了一个在门口等待很久的陌生人 警方随即抓捕了张素霞进行审问 起初张素霞闭口不认 依旧保持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面对坐实的证据 张素霞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他说因为赴幼保监院的仪器偏差 董珊珊被检测出患有乙杆和美毒 自己便动了外星死 夸大病情的严重性劝说家属放弃孩子 然后他又偷偷让助产师篡改分娩记录 助产师虽不明原因 但迫于他是领导 便听从丰富增加了畸形 尿道下列的内容 当晚他便电话联系了山西人潘桂川 潘桂川用21600元完成进货 后来潘桂川又将孩子 转手给河南省内黄县的朱某 收取了59800元 2013年8月5日 警方通过张素霞提供的线索 在河南省内黄县的朱某家中 找到了一个孩子 经过DNA对比 确定了这就是董珊珊和莱国锋的孩子 眼前的孩子完全没有 畸形非常健康 一家人也抱着 事而复得的孩子痛哭流涕 这件事情被爆出后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张素霞也因此收到了很多举报 很多人都说之前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 张素霞对他们的说辞很统一 几乎都是孩子有先天畸形养不活 然后交给他来处理 这些家长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孩子一面 都只听了张素霞的一面之词便照做了 他们怀疑自家的孩子也被张素霞拐卖了 于是纷纷走进警局检局揭发张素霞 前后共有30余员报案 警方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了调查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一桩桩令社会震惊 令使人愤怒的犯一案也公之于众 最终立案无起共涉及六个婴儿 随后警方迅速展开雷霆行动 寻找被拐婴儿的下落 其中被拐婴儿中还有一对双胞胎 2013年5月底 张素霞初中同学的儿媳父王燕燕 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 当时张素霞告诉王燕燕 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中 小的因为体积过小体重过轻 很难存活 即使活下来也是智力残障 大的患有严重的双血型综合症 成活率也极低 当时张素霞强烈建议王燕燕 和她的丈夫齐坤峰放弃治疗 否则就是人才两失 因为在2004年 王燕燕生第一个孩子时 出现了大出血的紧急情况 极有可能母子双亡 多亏了张素霞的权力救治 才将王燕燕从死身手里抢了回来 所以王燕燕夫妇对此十分感激 将张素霞看作恩人 加之张素霞也是家中长辈的初中同学 所以十分信任张素霞 并且王燕燕在分娩双胞胎时疼痛难忍 当张素霞拿来放弃孩子的字条给她签字时 她看都没看就钱了 事后齐坤峰的母亲提出要看一眼孩子 张素霞却说 孩子出生的时候胳膊腿都掉了 还是不见比较好 然而王燕燕不知道的是 她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 已经成为了张素霞赚钱的工具 张素霞按照套路成功诱骗家属同意放弃治疗后 就将双胞胎抱回了家中 转收一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潘贵串 潘贵串很快联系到一个山东买家 以四万六千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女婴 另一个女婴却迟迟卖不掉 潘贵串只好将其寄养在亲戚家中 庆幸警察们及时上门成功解救下双胞胎 让王燕燕一家四口团聚了 经过后续的调查 警察又成功找回了三个婴儿 令人意外的是 当中一个女婴的父亲竟也参与了卖婴 并从中分走一万五千元 发卖的婴儿中 还有一个是张素霞从医院清洁工手中接过的弃婴 最后以仅仅一千元价格卖给了潘贵串 但不久后婴儿便死亡了 被潘贵串随手丢到村里的垃圾堆里 警方最终也没能找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遗体 身穿洁白的白大褂 得高望重的医生 为何沦为了范婴的恶魔 张素霞身为产科副主任 丈夫是县当案局局长 儿子在监狱工作 一家人都有公职 可谓是一有成家静音时 他为何铤而左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1958年 张素霞出生于陕西省为男士富平县的一个小镇里 家里的条件不好 只能靠着父母种地维持生活 加上从小父母重男亲女的思想 张素霞出生后就一直过得很不好 他的父母觉得 女孩子随便找个人嫁了就好了 张素霞却一直反对父母这样的思想 他认为性别不是界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的标准 因为出生在农村 当时他这样的思想常常会遭到闲言碎语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张素霞向父母要求去上学 他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父母没有拒绝 给了他努力的机会 进入学校后 张素霞非常认真努力 成绩优秀 很多时候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他经常会向老师询问自己不懂的问题 老师对于这样的张素霞也非常满意 经常为他开小灶讲解更多知识 还将他提拔为副班长 张素霞平时为人和善 在与老师和同学的日常相处中 也从没有与谁发生过争执 人员关系也很好 后来张素霞进入中专学医 凭着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 分别到副平县刘区镇医院工作 后面因业务技能过瘾 被调到了副幼保健院任职 医院领导认为张素霞不仅专业能力强 表现优秀 待人也十分亲和 2000年时 张素霞还被提拔到了副产科主任的职位上 可张素霞坐上副产科主任的位置以后 他的心态却慢慢发生了变化 因为工作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 对待患者也表现得非常有耐心 张素霞很受患者的信任 在副平县非常有名 周边不少患者因为张素霞的名号 纷纷来到副平县副幼保健院找张素霞就医 他的事迹也让许多医生将他视作行业内包干 可谓是医者的典范 但事实上这都是张素霞的伪装 为了扬装表面的专业和能力 他接受的患者都是经过认真筛选的 没有把握的患者他绝对不会接受 这样谨慎的心态 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招牌稳稳地保住 在2009年的时候 副平县副幼保健院接受了一名大出血的产妇 当时这名产妇也是听说过张素霞的名声 点名要找他 医院领导觉得患者情况紧急 让张素霞来的话也比较保险 于是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了这个情况 可谁知 张素霞在电话里得知患者大出血 当即便对医院领导说自己在外地回不来 让医院找别人处理 医院领导联盟对张素霞说 可以派车去接张素霞 没想到领导的话还没说完 张素霞便挂掉了电话 随后医院跟患者沟通 称张素霞无法从外地赶来 可患者无论如何都要等着张素霞 迫于无奈 医院只得再次给张素霞打电话 结果再打过去对方已经关机了 领导对此十分愤怒 认为张素霞这是在逃避责任 第二天撤除了他的职务停职半年 让他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 本以为这件事情过后 张素霞会悔改自己的行为 但他反而越发猖狂 且和名气让他渐渐迷失自我 因为业务能力强 半年后医院又重新提拔他为副主任 他在医院也十分有话语权 期间更是利用职位权力中饱私囊 表面上他对患者十分热情 还总是会洋装给对方打折 实际上分门位少 患者家属送来的红包胎尽数收下 甚至认为这都是自己应得的 除此之外 他还和别的医生偷偷合作 在家里开启了黑医院 私下给产妇接生赚些魅良心的钱 尽管他已经名利双收了 但这根本不能满足张素霞的胃口 随后 他竟然打起了医院里新生儿的主意 干起了犯因的勾当 这罪恶的勾当源于一次意外 有一次 张素霞接生了一个患有纯恶劣的女婴 将孩子抱给家属时 家属却恳求他 想办法将孩子送出去 看着墙包里患有残疾的孩子 和家属们的一脸决绝 张素霞便帮着寻找 愿意收留孩子的家庭 没过多久便传来好消息 事后 孩子的亲生父母十分感谢张素霞 逢年过节便提着 大包小包的贵重礼物去看他 并且还在其中藏了钱 这也让张素霞找到了新的赚钱路子 在个别医院里 会有一条见不得光的产业链 如果产妇或家属 不想要已经生下的孩子 可以托给医院进行处理 张素霞尝到这个甜头后 便开始利用自己的植物质变 将新生而当作他牟利的工具 但一出生就被家人抛弃的孩子并不多 所以张素霞在这条路上 并没有得到太多收益 直到一个性贪的女人找到了他 给他打开了新的门路 这个盘某是贩卖人口团伙中的一员 他向张素霞提议 可以将那些健康的孩子 伪装成残疾或重大疾病 得知孩子残疾的家属肯定非常痛心 并且很多家庭难以负担治疗费用 此时再去游说 让他们主动放弃孩子 这样一来 那些新生而就成了张素霞 肆意贩卖的物品 最终张素霞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每隔一段时间 他便会随机挑选一个孩子 篡改他的健康报告 家属们看到孩子患有先天疾病或残疾 受限于现实条件 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 此时张素霞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 避免家长见到孩子 然后在短时间内转手即可获得一笔财富 就这样 张素霞利用患者的信任敛财无数 自2006年起 张素霞以此获利达八年之久 而且受害家庭中很多人都是张素霞的熟人 张素霞在犯罪前也会评估一番 那些来自农村的父母就是第一目标 因为农村的生活本就不富裕 一听说孩子患有重病 想到治病可能会倾家荡产 很多人都会迫于现实而放弃 这恰恰也是张素霞抓住的弱点 屡次以重病为谎作哄骗家属 作为妇产科的医生 双手本是用来承托生命的诞生 没想到他却用双手发卖生命谋取私利 2013年12月30日上午 法院对张素霞案开庭审判 听上可恶的张素霞还极力狡辩 称自己并非十恶不赦 是很多人想要抛弃孩子托他处理 他不忍心直接买掉 于是才交给了潘贵串 还说他并不知潘贵串是人贩子 而且他拿出从一以来获得的食物 分荣誉证明和近百名患者的求情系 企图以此方式获得宽大处理 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 2014年1月14日 张素霞因拐卖婴儿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此案也侧面暴露了当时医疗系统的漏洞 张素霞能够顺利开除孩子疾病或畸形的证明 并成功将孩子带离医院 说明张素霞所在的地区管理方面 或许也有不少漏洞 因此赴平仙卫生局局长 妇幼保健院的院长王立 以及相关领导也都被撤了职 至此这几害人听闻的 妇产科医生犯疑难彻底告破 此事爆出后也有不少人质疑 为什么这些家长这么轻易 就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争取 受害者家属在采访时也表示 如果真的有疾病 治疗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表示 如果孩子一生都需要活在病痛的折磨下 选择放弃 也未免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那么你对这种案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如果你喜欢老迪分享的案件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这里是案件调查中 各位原方下期见